又是阿龍了 基本上難度沒什麼 但是最重要的是最後的真空龍拳旋風腳 是搏得真空波龍拳的 然後到阿Ken 這刻更容易做到 我想大家用阿Ken的朋友都一定認識 這招是唯一一招可以由Super去到OC的連招 難度就難是蹲下中拳去中拳 還有你爆了OC之後的天星腳是輕輕地去的 太王又再一次找阿龍做這個沙包 留意的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在貓尼重拳上去貓尼輕拳 這招不用我講解大家都懂得錯 很簡單的一招連招 攻擊力也算不錯 近乎沒有連招的Birdy 終於有一招連招還能連到Super Level 3 不過可惜他要受到一定條件限制 然後才能連到 難怪出完這招之後 春麗也替他開心得跳起 不知大家用阿Guy的朋友知不知 這招又是很簡單易吃 攻擊力又夠大 Sodam 的連招都比較少 但是這一下已經夠他翻盤有餘了 大家留意又不是難出 Nashy 的一招 蹲低輕拳去蹲低輕腳 已經是比較難的一件事 還要大家要出完這個Crossfire Breeze之後 要趕得切出這個Somersoul Justice 剛剛被人打完 Rosey 就立刻找回Nashy 幫她做示範 報仇地說 雖然我都不太明白 為何他分身後就立刻 按一下輕腳 Cancel 第二招 但是攻擊力也算是這樣吧 C0的一招 好可愛 首先就爆OC 然後請你吃九個球 這個時候就要跳過去 連多東西 何謂連招 難就是難聚 暫立蹲低那堆拳頭去拳頭 還有就是滅失毫波洞 而一個好像叉燙了就會向前滾 可憐 火刃蛋的一招 最重要就是蹲低輕拳去必勝無賴拳那一刻 你如果不夠快的話 就一定連不到 大家看看 攻擊力也算是這樣的 加上也有成半動 我經常覺得出到印度路這下 真的要開香檳慶祝的 因為利用鍵轉了下來 那一下就要對位 才可以連到蹲低中腳 之後再連到超必 真的很難 這一招 雖然最後的Super 1 大家是可以走得掉的 但是我相信在對戰的時候 比較實用 尤其是那些死黨的不動明王 真是發光死了 袁師傅這招看起來好像很難 但其實在這個慘影插進人 你已經可以立即轉到為技樓 雖然Lolento今集的O.C.沒有一招死 但是大家留意一下 這下也挺金的 原來一樣 但是更開心 剩下一點點 剩下一點點 Sakura的一招 最重要的是 站立中拳之後 竟然撥到蹲低輕腳 也是精華所在 硬撥過來打 Cami這招 當然是難以蹲低中拳 而令人感到震驚 就是撥完之後 大家會有肥酥酥出現 而這一招是連的 殺異龍這一招看起來跟之前阿龍的一招很像 但是因為他是殺異龍 有殺異龍 所以他最後是撥一個滅殺鵝星龍 真毫鬼這一刻當然是難在第一件事 跳前丟球的位置 如果不是連不到跳前的重拳 還有就是蹲低中拳 去蹲低中腳那刻也是很難的 還有最後如果滅殺鵝波動不死人的話 你可以撥到一個重聲 近乎什麼都沒有 近乎什麼都沒有Extra龍 大家猜 都猜不到他竟然 會有一招 加上有5Hit那麼多的連招 而這個Extra Ken 也有樣學樣地做 但是因為他的龍捲旋風腳 所以總共有8Hit 多於阿龍的3Hit Extra春麗又是什麼都沒有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 現在他竟然有3Hit那麼多的 Kent也被客人呆了 Extra的印路佬雖然又是什麼都沒有 也這招雖然我們相信沒有人會中 但是我們證實了 他有3Hit的連招 而蘇聯佬這一招 這招跟2X時的一招一模一樣 但是受惠真的不會暈倒 畢竟是泰王 於是你也看到他 隔膽也做到一招3Hit的連招 給大家看 既然個個都有3Hit 所以司令 隔膽也要蹲下 用他的輕拳捲到4Hit才收手